那我们看到陈忠昨天晚上上节目 那说了很多话 我想应该让很多民众呢 是不是觉得每一句话都很想要吐槽 那陈忠首先说了 他说呢他觉得他身上呢 背满了剑把 但他没有想到 这回会有说 会变成一个很高的仇恨值 他说他真的防疫上 确实有许多的困难 他所做的每一次的决策 一定都会有受害者 让他身上背满剑把 但他真万万没有想到 这居然会让他现在 会有很高的仇恨值 那网友说的好 说你身上背的不是剑把 而是人命 那么同时呢主持人问他说 那如果时光倒流 你还会再重新做一次 这些的防疫决策吗 陈忠说如果时间拉回两年前 他不会接防疫指挥官 虽然呢他心理建设很强 他说自己 但是主要的关键是 有关生离死别的课题 再来一次 我承受不了 那董哥我毕竟 不禁就想要吐槽了 那当时三加十一 跟八百条人命有什么关系 这也是陈时中说的不是吗 好那民众呢 今天还要跟他要的是 三加十一的报告 结果陈时中呢 甩都不甩 掉头就走 那我依旧 一样啊 你跟我说 再一次承受生离死别的课题 我受不了 但其实从你的反应 从你过去的谈话 我都看不到你的同理心 还有慈悲心 董哥 对啊其实你可以看到 陈时中他现在 终于发现了 全老百姓对他 那时候的疫苗政策 是多么的痛恨啊 那陈时中给人家的感觉 也就是冷血 那时候你只要想到小明 一岁两岁的小明 在大陆不能回台湾 台商的儿子不能回来 就知道 陈时中冷血说 是你选择了国籍啊 他哪有选择 他一岁两岁 他能选择什么 所以你知道冷血的陈时中 他今天碰到这些情况 其实也都是我们 长期以来在讲的 那陈时中现在碰到了 几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问题他其实 让大家对于疫苗 这么深刻的印象 坏的印象又回来了 第一个 这一个一来 第一个 持继功德会说 你阻挡我疫苗 全台湾大家都相信 没有人会不相信 正言法师嘛 过去我们有志 或者施老师 我们在讲的时候 他哪会理你啊 他把你贴标签 对不对 现在标签 李远哲已经变 中共同路人了 贴标签正言法师 中共自己人 要算李远哲一份 是啊 已经都变这样了 那我们过去讲他 他就是跟你贴标签 对不对 贴了以后 当持继功德会出来讲的时候 他们崩盘了 蔡英文赶快 悲宫悉悉到花莲去找正言法师 这就是一个背景 然后第二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审计部这两天 一个东西就出来了 对不对 你五大缺是 审计部是只属监察院 等于说 层级的监察院的官员 都做出这样的报告 那这五项报告 老实讲在我们节目都谈论过了 对 只是那时候就被贴标签 你死都不承认嘛 现在你自己人提出了 他们又是专业的 他们这些都是财税的嘛 财税的公务员 这些专家他们讲出了 就是啊 你为什么要密封三十年 你为什么没有算 我们可以用多少疫苗 通通都跑拿去销毁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讲过的啊 那对他杀伤力最大了 我觉得是怎么样 是高端打了 以后不能去日本 因为这个太震撼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打高端的人是死忠的民进党嘛 蔡英文自己都讲 下面谁打高端啊 有人就棘手 哎呀 这都是死专耶 死忠的 死忠当然是很胜利的台独的 民进党的支持者 那你现在不能去日本 不能去日本 那种社会的效果就出来了 原来过去政府跟我们讲高端都好 现在连跟我们很要好的日本 这个地方都不能去 你知道去日本 哪些国家的疫苗是被认定吗 有11种疫苗 包括中国大陆的国药跟科兴 都可以进去 然后台湾的高端不能进去 那你不是笑话吗 所以他那种被欺骗的感觉 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提出这一个月来发生 这三件事 对他们来讲 陈时东的仇恨值 因为就是你嘛 那今天人家提出来了一些问题 他高端预期交后 你有什么不法 又开始推偷拉了 苏贞昌假装说 哎呀那就应该受罚 你们在执政 为什么要等到人家 审计部出来讲 你们才有这些回应 所以今天全民的愤怒 老实讲 所有人都看到了 那董哥 所以他昨天上这个 谢政武节目在讲的这些回应 讲说不管是 他的身上背满了箭把 仇恨值很高 还有他不会再接指挥官了 因为他承受不了生理死别 这种种的说法 他说给谁听 他只是像森率的基本盘喊话吗 当然是 他到森率的节目里面去讲这些 可是社会上发酵的 或者网路上大家 把这些东西流传了 大家都觉得愤恨不已 你还在找这些人在骑软 是不是 你今天讲背后插板件 这两年来我们看到陈时东干嘛 他穿着花花莉莉的 到地方很神奇 好像在迎神 告诉潘梦安 大家应该来墾丁来怎么玩 对不对 然后他很得意的 怎么样 这个是麦克风 这个是红酒 我这个姿势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吧 这就是陈时东给我们的一个图样 然后你还看到怎么样 他跑去 跑去那种很浮华的杂志 很流行的杂志 气派后面 对对对 他服装要穿什么 哇变时代时尚的模特儿 他那时候哪是有什么背着剑 他现在是因为他是市长候选人 过去他高高在上 下午两点长坐在那里 你问什么 你要讲什么 他不爽的 他叫你 你不要用这种语言 对不对 他那边教训你 那些记者几个人奉承他 哎呀不找你头发 最近摆好多 怎么样 他听了就很高兴 都是一搭一唱 那现在呢 现在因为你是市长候选人 然后你到哪里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角色 现在候选人是因为 媒体一定派的人 前程跟到底 而且是一群媒体 那这些媒体有问题 他就直接问 你看陈时东都要办 他前几天跟记者吵架 讲完就走了 他的发言人跟记者吵了 不可开架 庄略雄嘛 对不对 庄略雄那时候 然后大家讲 怎么可以这样 记者要问 我们跑选举新闻这么久 我们处理够这么多的媒体关系 记者本来就是问到宝 这个本来就是问到宝 没有恶化 那这个问题 他有疑问 你就要答 那是你过去当指挥中心 指挥官的 陈时东今天凭什么选台北市长 因为他过去当重要疫情指挥中 的指挥官 民进党认为他很出色 他的民调曾经高到94% 所以我常嘲笑他说 哇94跟金正恩都差不多了嘛 对不对 那民党认为他来必定当选 而且会带动前审 大家追随明星一样嘛 对不对 那大家也知道台北市民进党重中之重 何况民进党认为黄珊珊来抢蒋安安的票 我们是必定当选 这也是林家龙 使命要选台北市不肯去新北的原因嘛 那陈时东想说我这个官员还要 有外议现象 让所有的人大家都分瞻一路嘛 那他现在的外议现象是 每个县市大家 哀哀叫 蔡其昌自己都讲了 你看这个疫情的情况 可能对民党的坏的影响就显现了 对不对 大家那种仇恨值变成遍布前审 为什么 你只要想到 听你的话打了三级告断 不能去日本 连那个周小姐都说他是倒霉族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这个当然你心里的承受 是没办法的 因为过去我们相信你嘛 我们相信你的下场是什么 我们是死忠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看到整个陈时东 过去的方腔左板 他在我刚刚讲的一个 实际功德会 一个不能去日本 一个审计部的报告出来以后 他整个就崩盘 那今天如果你看到了陈时东 现在装可怜说 我背后都是贱 如果回到两年 我不愿意接指挥官 这两年来他坐在指挥 指挥台上可是作威作福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他要求 彰化凭什么跟台大公卫中心办这个 普筛一万人怎么可以这样 要法办 要送正风 你看 胜利的公卫 协者院长 詹长前都弃得办死 是不是 詹长前很支持民进党 我们今天大家来帮政府做事 结果还要被你这样 招他 你比我还前卫吗 所以今天看到了 他那种傲慢 那今天碰到嫌疾 只是让他 从神坛肉围人间 接受检验 那这个检验他就受不了了 说我早知道我不要接指挥官 这是什么话嘛 对 让人瞧不起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闻大爆挂 百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